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讲一些不用这个HT5的控制器 是用这个我们的带领眼镜这个HMD的Hatman device 我们整理有两个case 第一个case就是MTR case就是一个地带的门口 我们会期间一些门口在之后就要中间跑过去 跑过去以后他会自动的触发一些器权 就是他门会自动打开 我们利用到这个那个trigger的一个node来 擦擦擦我们的Hatman device 这个5的眼睛在哪里 在做发一些事情 第二就是汽制多位置的一些 位置在三维VR里面做这个teleport 那我们一般来说lla yeah 用户这个 household 用户呢会用这个 Court 来挑着不同的一些地区来看东西 在表上面 我们叫这个就teleport 啊 但是有时候我们呃呃呃的人 执视 Bella 小那个用户到一个地定的位置来看东西 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到我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一,Case的MTR里面,我们首先会在Maya做那个地铁的用途 之后,在Steinway用这个VR template做一个场景 这样用Maya把这个模型用两个方法就是放过去 第一,是放这个DC Link,第二,就是Game Export的方法来输出一个模型跟这个通话 最后放到这个VR的现场 那我们用的这个Character Controller来做这个Event Trigger 之后,我们用Flow Trigger,这个Trigger这个东西,这个Note,来政策这个HMD,这个Headman的眼睛 所以我们在VR上面测试这个结果 首先在Maya里面,这是20100的版本,我们看到了建的一个模型 里面是Gate这个门口,太快关的门口 另外就是外面的一个机器 那你看到我们的时间表里面,从1到50,从1到25是打开 26到50是关门 我们在Stream Ring那边呢,就是看到一个VR template 在VR template上面,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境 之后我们利用到这个VR template来做我们一个机器的场景 因为我们一般都很需要想前时间来做这个VR,所以我用它的Room的一个环境来做这个背景 我们把这个VR的模型拉到这个VR template上面之后,给它XYC 放去0之后,它放到中间机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部分,我们一般来也有用的就是,从右边Create上面有一个叫Player Start 那我们把它放在地上之后,我们那个眼睛的VR的Headman device 这会终结变开启,这是一个开启的那个位置 好 做好之后,我们就是,呃,回把VR的东西放过去 那我们从Maya里边发过Stream Ring 之后,用这个Traffic Control来控制我们的这个Event Trigger 那左边就是Maya,看到Centra这个木铁之后,我们把这个Stream Ring 跟这个Maya 连起来 之后,因为是Maya跟Centra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Centra点起来之后,可以把物体发过去 你看到它的物体是跟那个Maya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好,在通话方面呢,我先选两个物体之后,用别的方法,叫用Game Explorer,发出一个FBX 然后,我首先看看模型里面放到一个位置,找Gaze to的FBX下面较多 好,放过以后,我会看看我们的模型在0到25是大概 26到50是关门 所以我定了三个位置,一个是Steel,是0到1 1到25,26到53个动画的Animation 做好之后,我们不需要那个Maya 让我们把这个Maya 满掉之后 我终结一遍 先在我的Mustinway Project里面,做一个Folder 做一个Folder,把所有的东西放过去 好,这个档案我们的名字叫做多吧 好,之后,我会为Input 输入我的一些刚刚出来的FBX 我们在刚刚里面找到,我们刚刚输出一个Gauge to的Folder 把它打开 我们首先要输入那个Mind,所以多先选它 什么之后,我们会把Material啊,那个Texture啊,跟那个Model 发过去 之后,在Animation 里面只要打开这个骨头 这个New Skeleton 比它一个明镜多啊,就可以了 之后,再输入 输入完之后,你会看到在下面那个 XS包装下面有一个物体 我把它拉过去 它就是要把这个物体打进这个00的位置 就可以马上跟我的本身这个 输入的物体合在一起 之后,你看到它上面有一个 这个骨头 然后现在 这个无形数号之后 我要输入这个Animation 所以把不同的东西关掉 只要选Animation 之后 也要想我现在在 SingMe上面这个多瓦的骨头 这样子 输入就可以了 它 把我建立这个Animation 只要再 输入别的一些Animation 不要说Opening 选同一个骨头 最后 最后就是输入那个 怪盲 那个动画 放在一起 OK 好,我们去这个Animation里面 看到了像个它片段一样的东西 好,从前面呢 我们回去那个骨头上面 骨头上面呢 我进行的Red Kick 之后打开那个Animation Controller 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Animation Controller 一般我也给它一样的名称之后 Underscore EC 就是Animation Controller 把它Double Click 打开以后 我们现在没有 连到我们的骨头 所以现在就是 把我的骨头 这个多瓦删好 Pview 删好 之后呢 除掉这个Empty 之后把那个Animation 封过去 好,我把我的Steel 就是该起的定态 之后有一个动态 叫Animation 把它Jet and Drop 过去就可以了 好,封过去以后呢 就是我们又做一些 不同的Event 来做那个变化 就是首先Steel 是停下来的 所以可以Loop 之后在Open哪边 所以就是Open一下 所以有无缘路 所以把它关掉 这个Loop 再播放这个关系 之后把Steel 拉过去Open 我把这个Event 变成一个叫Open 就是Open来 驱动这个动态 之后Open完之后 我会跑到这个Closed 在这个Closing 这个明星之后 它会跑到这个Closed的这个动态 到它翻完 翻完这个动态之后 它会回到这个Steel 然后我别的一些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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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Animation 那边就是Default一些东西 那做好 之后我是把它 把它出传 下来 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 关掉 之后我回去到我的Door 下面 下面 这个呢 这个母体呢 也要选 这个Character 关注了 就是Door AC 我就把它 传好之后 完成这个部分 好 这样做好之后 我要就是 用一个Trigger 来来来 来 驱动这个天使 你可以看到 这个王星东西就是Trigger 当我的东西爬进去了之后 它会碰到的时候 它会进行做一些变方 我现在从这个Trigger 从右边的Create 打开这个Trigger 在地上挖一个方形 之后再拉到上面去 变成一个立体的 往后的方格 这个方格 就是我 就碰的一个Trigger 的动态 好 现在我说 这个东西 预备好了 所以 还要把这个Trigger的名筋 改好 所以我们叫Active 不要去Trigger 1 2 3 4 就是很温暖 好了 我们去Level Flow那边 首先 我会打开一个就是 Level Flow 就是一开始 我要跑这个东西 根据就是一个Trigger Trigger Trigger就是 把这个Trigger 刚才这个王星东西 拿起来 上面它有一个Shape 就是闪这个Trigger的东西 就Active 好 我把它开启的时候 连起来 就是Any button 最后呢 我要 就封到一些 就是一个Unit 这个Unit就是 要放一些Animation 所以 我这边就是 把这个Door拿出来 之后就是 SendAnimation 到Character那边 就是把这个Character 拿出来之后 从上面有两个东西 要Shot 就是Open 那什么时候 Open呢 就是把它Touch 的时候就Open 当我的HMD 封到就是Open 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从一个五行 就是它会被 关闻 Closing 当我的HMD 离开 没有Touch UnTouch 之后它会慢慢 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做到一个 自动的空障 到之后放不同的Animation 那我做好之后 就试试看吧 这边 我去到这个Level Viewport 之后 按了Play 在左边 之后 回到HMD 后面 首先 我Telipot自己 过去 之后 我跑到几包 朝前面之后 我的HMD 请碰到这个王子的地方 它会开门 不碰到的时候 它会放这个关门 就是这样子 会做一些通话 所以呢 这些很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开门 关门 还有一些 Charm的 或者不同的自动化的东西 也会用这个方法来做 好 有些 Tips and Tricks 比如说 我们刚才 从一个 VD 物体照MAYA 放到星围上面 我们的 甚至有 物体里面的 其多Google都在XX中心 它会变成一个Google的 XX 这个全局的卓标 所以如果有些Animation 要在Exting 里面做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是 不会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 如果要这样做 就要把这个物体 放到一个 这个GoogleXX 这个全局的卓标中间 来 放到哪边 再移动 再做一个Animation 所以就这个 这个 如果我从 从MAYA里面做好Animation 就不用理这个东西了 所以有时候 我要小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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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Local Google的一些 问题 另外就是 一般来说 我们做这个 Trigger 这个王式的方格 会在地上 生产的 所以 如果要做Default 这个Pellipot 转送功能的时候 它会挡住我的地下 地板 所以一般来说 我会把这个东西 升高一点点 之后就 避免我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碰到地上 所以 这个很简单 会解决问题 所以 还有就是 所有的 Event Trigger 东西 最好是给它一个有意思的名情 避免呢 就是如果很多Event 的时候 它会很乱 所以我最好就是把它改名 改有意思的名情 好 好 我们去这个Case 2了 Case 2就是我们做一些 啊 定考一些位置 给这个客户做一些VR的经验 更好的EVR的经验 所以我又预期 预期 切定一些 啊 目标给他们传送 那么我们用一个Note叫 ZVR 来传输我们的Headman 设计器 好像就是 Telipot的一样 另外 从Maya里面做好一些目标给他 啊 这个是有一些好处的 我只能等一下讲 为什么要这样做 之后 用这个Flow 来做这个逻辑 逻辑 来做这个Shading 之后也是 有些复杂多一点的是 我们用Counter跟Compare 还有一个Absolute 来做一些 维持的传送力的控制 好 我们看看怎么做 首先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CBR Set Tracking Space 怎么用 啊 这个Stingray 我首先打开一个 放大一个位置 把 下面这个Propet Editor 里面的一些 参数打三 三名 放在后面 那这个场景 我们有放这个 Workout Space 所以我现在是一开启 时候 从这个 比如说 我用很简单的这个Keyboard 来Check out这个影片 把这个Keyboard拿出来 之后就是Stim me out Set Checking Space 好 之后我把Position 这个Plus 然后之后把Position 打330 330 就是我的 Cling的 这个位置 之后我再按1 就会开启这个 Tenipop 你们试试看 好 这前面按了之后我起来了 之后 再按这个Keyboard 1 按之后 它会跳到这个Cling的旁边 就是 我们测试到原来 我们可以用Keyboard 来 租化这个 这个Tenipop 就是 中间的 是 有时候我们 在讲过就是用房间里面 不同的房间 洗手间 厨房 也是有不同的位置 但是如果我们要记住一个Camera的位置 是很麻烦的 要记住这个XYC的位置 所以从这个建模时间 我们在不同的房间 放一个很小的物体 不要说 叫Position 123C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 然后 记住我的位置 要放到哪里 也是改变 它的位置是要不要方便 不用记住这个XYC的一个收支 那首先我们从那里面 我们讲过是跟实施的环境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从那个 这个房间 跟这个位置 把这个 Stinway 跟这个 Maya 连起来之后 把它 放 放过去 就会一比一的 那个位置 放到很准的过去 所以中间边 我们从Stinway里面 就先selected 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Maya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 取掉 好 这里呢 那我们看到的位置 是前面 在后面 那个位置 就是Position1 和Position2 从这个 后面的Editor 还看到它的母亲 那我们也有 大概 那个 那个 Invisual Stage 的那个 Let's Create 那边的一个 Player Startup 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我们的Editor 就是会从哪边 开启 好 我打算这个位置 在我的 里面 打这个 7.5 开启的位置 那 预备好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 开始 做这个 Flow 那 Flow 这很简单 但我们是要 TEL 就是这个 木铁上面 就是TEL 木铁上面 就是TEL 我们不想输入这个 XYC 所以我要一个 木铁上面 把这个 XYC的位置 做这个 Teleport 也用这个 CVR button 来来控制我的 一个Teleport 用这个Keyboard 很简单 就是 首先 我从这个 Level Flow 打开一个 Level Unit 就是我们选 这个Position 这个位置 这个木铁 只要要拿到这个 木铁的 那个位置 要的 就是GET 这个Union 那个WELL Position 的位置 最简单 就是把这个 路线的点 连起来 就可以把这个 XYC放过去 现在呢 我要做一个 就是我们 这个VR 这个Button 所以我要 按VR Button 给你们 这个 这个 几色 这个Lock 或者把这个 Level Update 看看我的 这个VR Button 不要按下去 把它连起来 最后就是 这个Check VR Space 然后 这个 跟出来 当一次 Eat 用Trip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 从这个Nope 找这个VR Space Check VR 如果这是打明星王子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个下面 那个Ride Kick 从那个VR Steam 里面 下面 下面 它有一个 这样 Nope 性 Set Trip Space 把这个 XYC 位置 放过去 之后 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 驱动这个Lock 这样子 就可以了 现在马上 试试看 这个 功能 行不行 所以 我们Best Up 就在中间 再按这个Trigger 按了之后 它会跑到这个Position1 成功 好 我现在去定了一个位置 但是如果要很多位置的时候 把你要去调调跳去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个 看卡的一个方法 来比较我们的 位置1 2 3 3 这样子 我们可以很容易在这样 读到很多的位置 我们试试看 怎么做 首先 我们回到这个Level Bow 下面 我把这个Tracking 放到旁边 那我拿了一个照 看卡 然后 把那个 这个 加 加 加 支持 里面就看到 不是把它累积了 是有incred 但是我按 插从0 开始 每按一下 就把其他 我再次 再动 下一个 其他人再回去 之后 我要 第一个就是我要 输出这个页的时候 给它 给它 位置 就是 他们 从这个力 我刚才那个 看得出来 比较一下靠平的收拾 它就会跑到一个tracking space 所以我把这个EB连到我们人的收拾 第一个就是EB,第二个就是Tata的输出 那时候比较的就是我要刚刚会转变的时候 这个Change的时候可以比较一下 比较完之后,在Eco的时候 可以确认我后面的tracking space 最后去到哪里,就是从Position1 那个XYC的输出 现在我们要试试看 这个,就是我从这边VL里面 我按了个Five Control 就是把它的E,Tata变成E 比较以下它会调到Position1 那怎么左的Position2 如果,我觉得一直很简单 那么我要,就是把这个 上面的东西,套背一个里面 我把它打放在下面 之后把上面呢,穿上 之后,把这个Ctrl-C,Ctrl-E 把它套背一面 那我要,这个Position1 把它是Position1的 变成Position2,然后跑到旁边 那什么时候跑到呢 就是我要改变Position2 变成N 但是结果做错了 就是它这个increase 就是0,7 我也增加两个 我不是增加两个 是增加1 就是把这个Absolute 要变成N 所以我要把这个Ctrl-C,变成N 7加1 变回1 把这个Absolute 第一个位置 这样这个 这样变成N 全对 所以 从0变成1 我按一下 它到第二Position 它变成2的时候 走到这个Position 那边 那我们试试看 那我们试试看 另外这样 我首先按一下 它到的Position1 按 第一按一下 第一按一下 就是不行了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 怎么去回去呢 回去Position1 会不行 所以 我们 最后 把它这个reset 就可以了 012012 012 就是 最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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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我从我们这个 把 Level Flow 里面 把这个 到0 这个Position1 之后 我就是把这个Tand reset 就是回 set到0 再按一下 就差别是1了 再试试看 我们的差别 所以我按一下 到 1 按 再按 按 按 再一下 就是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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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这个档塔里面改变多一点后面一些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比如说这个位置里面的安排一个随时 顺序是先后的时候 我把这个位置的Apps的位置改成一个小的收拾 跟大的收拾最后面就可以了 是很有方便的安排我们的位置的先跳楼的地方 那这个连续里面我们选的就是走进的一个Case 就是我们用自动的做突破这个HMD device 就是这个眼镜用这个Trigger来突破 就是自动的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另外就是我们用这个Counter 这个Z这个VRPose这个Node 来就那个跳来跳去 很很容易给这个用户 协定一些位置的 在看里面我们设计哪个位置 这个这个这个写去 好我们下期我讲的是怎么做 在这个VR里面做这个VD上 今天是差不多早上等结底的 希望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